本院104年度主述至1号妨碍公务等案件 那本院宣判的结果判决主文 黄国昌 周富瑜 黄玉芬 陈维廷 魏阳 林非凡 曾伯瑜 陈廷豪 蔡丁贵 吴峰宏 赖富荣 李素如 黄国阳 许顺志 王熙和 王文斌 陈建斌 庄辰阳 余能生 赖品于 林凯翔 李慧人均无罪 2014年318的占领运动 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 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审判 这是当台湾的民主宪政遭遇到危机的时候 公民自救的一个活动 今天这样子的宣判结果 我相信为台湾司法史上 从宪政的高度 去思考公民不服从 行动的意义 以及它的效果 具有高度的意义 我们非常感谢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所有支持我们 特别是最辛苦的辩护律师们 这些义务辩护律师 这几年来 在每一次的法庭活动当中 清楚的向整个台湾社会 阐释整个占领运动 在民主宪政史上 所具有的高度跟意义 对于这样子判决的结果 我们也感谢法院 能够站在宪政的高度上面 去思考这个行动的意义 我被起诉的罪名 是这个煽动罪 第一次看到这个罪名 是在40年前的美利亚大省 的这个记录里面 看到这样的罪名 无法想象 我们直到今天 还要以这样的罪名被起诉 也可能被论罪 所以在法庭上面 我请法官 重新思考一下 当20年后 跟我们一样年纪的年轻人 看到2017年这个判决 看到这样的判决 是沿用40年前的罪名 来重新定罪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还是 这个时代的法官 愿意与时俱进 去完善我们的宪政民主 是不是这个时代的法官 能够为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下一个世代的台湾人 留下一个进步的判决 当然今天我们感谢法官 做出这样的判决 为下一个世代台湾的民主 做出准备 今天我要感谢所有的律师 也感谢所有参与运动到 今天的伙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 那我希望今天这样子一个无罪的判决 并不只是318当天这个案件的无罪判决 而是这场运动所有运动参与者的无罪判决 三年过去 三年过去 我们每天都在问一件事情 这场运动过后台湾的民主到底进步了多少 我们当初所要求的种种的改革 两岸协议建筑条例的立法 当初还有另外一项诉求 要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希望能够解决 台湾宪政制度的缺陷 这些当初的诉求 都是朝向 台湾建立一个有效的 民主防卫机制的方向 在前进 这些诉求 过了三年 完成了多少 靠着这样的诉求 靠着这场运动 而获取执政地位的执政党 你们是不是应该再继续思考 再重新思考 要如何达成这些诉求 达成这些期待